男人冲进女人家欲行不轨 她疯狂挣扎 结果被推倒在地 惊慌之下 女人拿起一旁的笔 扎进追求者后颈肉 想逃跑却又被立马抓住 一切反抗净都是徒劳 女人不仅被伤害 还被拍下照片 做完这些后 追求者居然还把错推女人身上 说都怪她太美丽了 导致她情难自禁 直到追求者离开 她才敢放松警惕 看着身上多出刺眼的伤痕 彻底崩溃痛哭 女人总是因为长得过分美丽 生活中经常出现困扰 只要走在街上 所有男人都会目不转睛盯着她 还会强行搭讪 做咖啡店里喝茶 结果被误以为是明星找她要签名 甚至是和闺蜜聚会 闺蜜对象会在她上厕所时 把她堵在卫生间里表白 就算在家里不出门 一旦手机开机 就有想到不停地骚扰电话 而且她的住址 每天都会有人在地下堵她送花 只要一出门 男人都会投过来猥琐的目光 更过分的是 居然抢吻她 在旁人看来 她是水泥风心 没有男人能走进她心里 可他们不会明白 美丽给女人带来的全是困扰 导致产生了艳难心理 这天 闺蜜对象又来骚扰女人 女人忍无可忍 向闺蜜坦白 万万没想到 闺蜜不但不怪对象 还不顾十年友情 把错全推到女人身上 还臭骂她狐狸精 女人被寒了心 闺蜜居然不信任她 她这么美丽 找什么样的男人都轻而易举 用得着和别人抢对象吗 两人从此绝交 老死不相往来 追求者发现自己送的花 没被女人扔掉 以为自己有戏 还踩她其他追求者的花 接着找门卫要了女人家钥匙 来到女人家里 女人害怕极了 警告她在靠近就报警了 可噩梦还是发生了 女人没了真结 事后 追求者居然到警局自首 警方将女人传唤过来做笔录 然而追求者见到女人后 情绪再次激动 居然改口说她没罪 有罪的是女人 倒打女人一把 年轻男警气地拍她后脑勺 追求者还说女人长这么美 不就是引诱自己犯罪吗 年轻男警气不打一触 把追求者推去吃牢饭 然而老警官的思想 居然和追求者一致 女人被侵犯本是受害者 警官却丧心病狂认为她有罪 为什么要穿裙子露出腿 不就是故意引诱别人犯罪吗 对崩溃的女人一顿输出 给她造成二次伤害 年轻男警听不下去了 试图转移警官注意力 结果警官又对女人出言不逊 男警忍无可忍 打断了她说话 放女人离开这里 可女人遭遇侵犯后 神经极度敏感 总感觉路上的男人都在打量她 对她指指点点 女人因为高度紧张晕倒在地 结果路上的男人蜂拥而至 把她包围住 借机接触她 还不断对她自我介绍 场面一度混乱 女人生无可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感觉喘不过气 幸亏男警及时出现 带女人摆脱这群男人 贴心地送她坐上出租车 护送她回家 就在离别时 看着女人美丽的模样 男警也沦陷了 看来所有男人真的都会对女人着迷 女人回到家后 看到追求者送的花 愤怒地连带花瓶砸在地上 还试图拿碎片自杀 可下不去手 崩溃地哭了起来 爱上女人的男警 为了见面 经常制造各种借口约她出来 但是女人早已对男人失去兴趣 因为在这之前 所有男人都和男警一个样 只是因为太美丽而对她心怀不轨 男警见女人对她并不来电 只好放弃约会这个路径 转而拿走追求者的手机 把追求者之前偷拍女人的视频 放到了电脑上 每天晚上 一边看着视频 一边搓肥皂 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女人日渐狼狈 神经极度紧绷 一度认为自己美丽是错 只要变丑就能好起来了 开始暴饮暴食 试图以此变胖变丑 于是她不停地吃 往肚子里硬塞各种脂肪 旁人看见她狼狈不堪的模样 投来鄙视的目光 还嘲笑长得这么好看 没想到是个疯子 女人听到了旁人对她的是嘲讽 以不再是之前的恭维 觉得这条路她走对了 更加不停地进食 一天25小时都在吃 男警看到女人如今的状态 忍不住心疼 其实这期间 男警一直都悄悄跟着她 以自己的方式陪伴着女人 女人在厕所里进食 因为这样更有味道 不停地往嘴里散 结果吃到呕吐 还晕了过去 幸亏被男警及时发现送去了医院 女人之所以这么糟蹋自己 是想让自己变胖变丑 总是因为自己过分美丽 引起男人侵略性的目光 都想把她占为己有 甚至还真有人这么做了 导致她神经极度紧绷 开始靠暴影暴食来改变身材 可是却因此得了急性肠胃炎 在医院的救治下身体有了好转 医生看到女人后 居然动了歪心死 女人赶紧跑回家 一称体重发现反而瘦了 这让她失望透点 气得把体重蹭砸了 明明那么辛苦的暴影暴食 终于长了几斤 结果现在又回到起点 她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变丑就那么难 这时 她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内容 是一档关于厌食症的节目 里面一个人认为 面黄肌瘦的样子最丑 女人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反正胖不了 瘦还不简单 是要瘦成皮包骨 一定丑得要命 立马起身把家里的食物丢掉 然后每天绕地球跑20圈 过度运动 但是靠运动减肥的效果 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 女人等不及了 决定超负荷运动之后 女人造成营养不良 面无血色 整个人浑浑饿饿 看起来像丧尸 她真的是为了变丑 连命都不要了 然而这一次 女人体力不知再次晕倒 男警来到她身边 把她扶到了一旁 拿吃的给女人补充能量 女人此时饿得连树皮都会啃 看到吃的立马往嘴里炫 结果没吃几口 又全部吐了出来 长期饮食不规律 导致她的肠胃承受不起折腾 而闺蜜也打来了电话 约女人见一面 当看到女人憔悴的面容 直接震惊了 短短几个月 女人和之前完全是两个极端 女人终于如愿变丑 走在路上 不再有男人偷来侵略性的目光 不会再来打扰她了 可她看着镜中的自己 完全开心不起来 反而很难过 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 女人找到曾经对她厄于奉承的男人 如今这些男人都把她当作温审 果然没了美丽 她在男人眼里什么都不是 女人无法忍受 决定浓妆艳抹穿着性感走在路上 想以此吸引男人 很快就有男人找她 开口问多少钱 可女人居然不但不拒绝 反而还很开心 因为终于有男人跟她搭讪 但并没有成功 男人面对和神经病一样的女人 无法忍受 对她满是嫌弃 男警看不下去 实在不忍心看到女人这样作践自己 制止了男人 还把她打跑了 男警看着如今的女人 气得咬牙切齿 大声呵斥她 就算天塌下来 也不能自暴自弃 因为天塌下来 还有一个人会替她顶着 那就是她 女人或许是听了男警的话 在那之后正常了许多 不会再作践自己了 可并没有持续多久 女人反而更严重了 会变得疑神疑鬼 甚至会出现幻觉 那个追求者的模样 在她眼里挥之不去 女人害怕极了 到警局报案 说追求者尾随她 警官把她当成了神经病 因为追求者早就进去吃牢饭了 还要吃五年 都没有放出来 为了平复女人情绪 男警会每天守在她家门口 可这也没有让女人有所好转 反而会脑补一堆危险剧情 自己是主人公 久而久之 她会随身携带刀 一旦看见有男人 她就会掏出刀想扎下去 幸亏男警及时赶到 把刀夺走 否则就会祸及无辜路人 男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问女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变好 可女人却回答 必须要杀了追求者 还不断哀求男警 男警看着怀里痛不欲生的女人 答应了 因为她真的爱女人 为了女人 她愿意嫁给侯爷 不是 她愿意付出一切 等女人晚上睡着后 男警潜入她家 把自己的配枪放女人手里 用胶带捆住她的手 然后拿枪顶着自己脑门 故意想侵犯女人 女人瞬间惊醒 激动地扣动扳机 男警就这样领和饭了 因为女人误以为男警是追求者 可男警生命 并没有消除女人内心的恐惧 她如今彻底分布清幻境和现实 不管杀的是谁 她都咬死那人一定是追求者 满身鲜血走在大街上 对着路人大开杀戒 在她眼里这些人都是追求者 必须消除 然而自己也死在了警方的枪下 死不瞑目 在影片中 不管是美丽的持有者 还是美丽的掠夺者 都深陷美丽的泥沼中 无法自拔 身不由己地被美丽所吸引 成为美丽的奴隶 对美的事物 人们总是情不自禁被吸引 并想占为己有 甚至会极端到不惜采取一些 非正常的手段 最终走上毁灭的道路 根源便是人类避不开的贪欲 美丽没有罪 而祸在人心